接下来要说叫做台湾的地形 讲过了不太重要 因为个人没有内容 但是我会多讲一些内容 我会多讲一些 考试又考过了 台湾有两个作用强烈 什么作用强烈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内营力 坦快挤压折纵隆 叫做内营力 每年台深约5公里 世界水准态 这算上升蛮快的 它叫做外营力 就是我们高温 多雨 炎热 潮湿 风化 清湿 作用强烈 这样叫做外营力 外营力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内营力 跟外营力的作用之下 造成了台湾种种的地形的景观 就是内外营力合起来的结果 第一个 岩石分布 上面呢是彩色的 讲义呢是黑白的 基本上服务都可以看不清楚 所以麻烦你要看回去看课本 课本有 课本有 课本是彩色 课本是这样 清楚一点什么东西 不过重点我都标了 为考的重点我都标了 鸿蒙啥言 绝乳言 又上面那个大轮火山军 下面的蓝宇跟绿岛什么言 丹山也 还有个金门马骨什么也 花岗也 这也照顾对不对 所以重点我都标好了 重点我都标了 其他人都回去自己看一下就好 没有关系 我们山高水级 然后呢带来侵蚀 可是冲山谷流速就变慢 就会形成冲击平原 然后呢冲到大河口就会有三角洲 我过台湾因为河流很大 所以身上都会很大大 这是我们前面教过的 流水的沉积有冲击站 有三角洲 然后冲到下游会有冲击平原 我们有一个神奇伟大 迦南平原 迦南平原怎么来的呢 两个作用一起造成的 因为刚刚讲过的外引力 冲击平原 可是因为台湾的河流并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呢冲击平原也不会太大 但加一个内引力作用 台湾岛在怎样 上升之中 就把陆地抬起来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伟大的迦南平原 它是两个作用合起来造成的 一个就是冲击平原外引力作用 冲击站三角就是有外引沉积的冲击平原 第二就是内引力作用 台湾岛在上升之中露出了海陆地 就形成了我们的迦南平原 历史三角洲 三角洲冲到出海口 应该都是一些沙子 可是台湾是有石头做成的三角洲 历史三角洲 在哪里 在东部海 东部的海边 因为地里有交过 一些河流 溢出海岸山脉 就进入到了河 就到海边了嘛 溢出到海边 所以在上面 流波渡斗流速快 轻实在一能力强 就往下冲 然后呢 把石头啪啪就冲下去 所以在海 形成了历史三角洲 这世界上少见的景观 还有一个交错 沙灘 这不重要 我们的西部海都是沙灘 沙子做的 沉积的沙子 海流沙灘沙灘 看看草物叫沙灘 然后看应该就好了 考试就考过了这个 地盘 看照片 因为 跳石海岸 海边 学好地考对你 考对你 跳石海岸 整海边都堆一些石头 要从这里走 跳来跳去 这叫做 跳石海岸 为什么海边都会堆这个石头呢 不是本来搬到海边 就应该都是比较颗粒 比较细小的吗 因为呢 因为 因为 他山旁边的山 搬下来的石头 没有经过流水长崎搬运 就堆在海边 再去受海浪跟风的侵蚀 就形成那几个挂 就调了结果 然后这样十二个结果 所以 跳石海岸 学测就是问你 他怎么来的 未经流水长崎搬运滚 堆在海边 受到海浪的侵蚀 然后形成一些巨大的历史 所以叫地摊 所以这也是世界上少见的 应该是沙灘的地方 所以放的都是一堆挂酒桃 挂酒桃 地摊 跳石海岸 给 地摊 大概就是沿岸 就是我们的野柳啊 还有我们的东湖海岸 都沿岸 都是奇岩怪石 受到海水跟风的侵蚀的结果 造成一些特殊的现象 比如说野柳很多的奇形怪石 那这种竹台石 竹台石 竹台石 就是受到海水跟风的侵蚀 还有往前走 就是沿岸 火山 火山 爆发就是火山嘛 但是呢 火山的岩浆性质不一样 做出来不一样的火山 那我们台湾是火山啦 有很多火山 现在不活动 但是才会留下一些它的遗迹 有些还会留下温泉那些东西 像这样 大屯酸的火山 有地热啊 有温泉啊 有当初一些碎屑沉积物啊 那刚刚讲过了 火山喷发的岩浆性质不同 出来的火山长相也不同 下学期会再浇一次 你会浇所谓的沉状火山跟 棍状火山跟它意思一样 第一个 沙帽山 你们在这里活着 应该知道什么叫沙帽山吧 知道沙帽山 沙帽山长什么样的 一坨圆圆的有没有 一坨圆圆的 这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岩浆的粘性大 噴出来之后 不容易向旁边流动 所以 吴 挤出一坨 一坨圆圆 所以呢 这叫做 啊 它是大 大坨果山西是要什么盐 安山盐 所以安山盐是属于粘性比较大 噴出来之后不容易流动 所以一坨圆圆圆的像这样 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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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坨银一 再一个圆圆 另外一个叫做澎湖 澎湖 澎湖啥眼 澎湖是什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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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 澎湖 澎湖啥眼 澎湖是玄武炎 澎湖是玄武炎 你坐下 你们看真的超无聊 玄武炎的粘性比较小 所以噴出来就比较会流动 一流动就向外面流 就变得平平的 就会形成所谓的熔岩台地 熔岩台地 像这样 平平的 所以你记得那个照片的长相 就记得 一坨圆圆的不容易流动 粘性大 安山盐 平平的容易流动 粘性小 玄武炎 玄武炎 这个考试 这也考过 OK 清水断然 先看照片 清水断然 这个是苏花公路当地的名圣 清水断然 陡峭近乎 三个原因形成 三个原因形成 第一个 它是坚硬的大理点 所以切开来之后 它会流动 不容易它移动 第二个 它有断层切割 它有断层把它切开来 分成两断 第三个 有海浪侵蚀 所以会切成一个 陡峭近乎垂直的断 清水断 还有断层切割 还有海水青石 外加它是一个牵硬的大理点 所以会形成了像这样一个特别的景观 著名的景观叫做清水断乃 你有这样来 好 这我们教过了 玄武园特征是由六角形柱状结理 洪湖就是海底火山奥巴所形成的 还有很发达的玄武园地形 好 大概在现在 慢慢慢慢推进 然后有一个像这样 一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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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武园六角形柱状结 它的特征 讲过它以前很爱好 现在不太喜欢问这个 ok 二地 这边的举的是台南草山 台南有大概 三四个地方有这个类似的地形 这有名的是大辽 高雄大辽的那里 你们去 毕业里的时候已经有经过 你们走 3号到那边 回到3号 准备要从高雄进平洞的时候 旁边就是这个地形 二地地形 越世界 凸凸的 什么都不会长 凸凸凸的 好像月球表面 所以叫做月师界 因为他那个地面 他 这个地方 松松的泥眼 容易被侵蚀又不容易存水 所以长不出东西来 所以是一个不毛之地 他面有好几个地方是长这样 这个照片是台南草山的照片 这个照片是台南草山的照片 台南草山的照片 然后大人那个 没有 恶地 接下来就没什么内容 都教过 或者是没内容 陆地迅速抬升 有强烈的轻蚀 会形成峡谷 停车战界问 哪一种轻蚀 哪一种轻蚀会造成峡谷 哪一种轻蚀会有造成峡谷 帅哥南三十二 南三十二号 来 流水有三种轻蚀 哪一种轻蚀会造成峡谷 蛤 你说啥 不知道 流水有向下轻蚀 测向轻蚀跟向圆轻蚀 哪一种轻蚀会有造成峡谷 蛤 向下轻蚀 还好了 还算是有点尝试 请坐 这种峡谷是有名字的 叫做什么峡谷 这个峡谷是有名字的 有点叫叉叉峡谷 那个叉叉是什么峡谷 7 7 7号 什么峡谷 V型峡谷 很好 好 流水的向下轻蚀会造成V型峡谷 我们交过了 接下来 峡谷的照片看看就好了 下面就是超无聊的 台湾有瀑布 为什么有瀑布 一高一低 为什么一高一低 课本一样讲完就没有了 台湾有瀑布 接下来有瀑布 好 瀑布 很多啊 这个十分了 这是 新北市的观光名胜 好不好 对人家围起来要收钱 没有 好 很多啊 台湾有盆地 什么叫盆地 旁边高中间地叫做盆地 有没有可爱的 台北盆地 我们这才有盆地 还有一个叫台地 什么叫台地 中间高旁边叫台地 地科 就没了 台湾有台地 它结束 你们呢 有学台地 还有废多 有没有 从北部的 中部主导 中部南部 这里有哪些台地吗 桃园 桃园 林口 还有 请回去复习地 基本上台 地科没有 第一个叫做你说 台湾有台地 好 结束 谢谢各位 没有了 台地 很准台地 中间高旁边低 就没有了 OK 請問有人有问题吗 什么 很好 提起来课堂练习 提起来课堂练习